朋友们好 我们接着说三线的事吧 我最近翻了一下有关的资料 比如说像这本书 这本书还有汇集了三线所有学生名单 就是陕西省参加三线建设的学生的名单 这样一本书 以及部分人员的一些回忆录 得到了很多真实的资料 对我以前的随口而说的一些数字 做了一些查证 比如说死亡人员等等 咱们今天就说死亡人员吧 死亡人员我以前说过190多 119 实际上我这次根据正式的资料 书记记载的资料 差了一个人是118人 就这本书是118人 死亡 死亡人员里边又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因公 就施公直接相关的 还有一种就是非施公方面的 比如说这个咱们就说这个因施公死亡吧 因他方死亡有36人 实际上这个他方应该说是最多的了 几乎占了四分之一 这个可以想象出 因为我们实在还以山斗 以天地斗 以山斗 以自然斗 这个大山的力量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想象到 他是不可抗拒的 几乎是 灾难发生也是不可预测的 随时可以降临每一个人头顶 所以他方就成为这个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他方一共死了36个人 这个我在近十年以内呢 我访问过这些因他方死亡的这个同学的家属 访问了呢 有那么两三个啊 拍过一些他们的这个纪录片 另外呢就是一个爆炸死亡 爆炸死亡一共死了八个人 这方面我具体的死亡情况啊 我还没有掌握 但是呢因爆炸死亡啊 这个屋外乎就是施工中在隧道里放炮 因为每一个班在掌字面上要打三十多个炮眼 要填充安全炸药 一个人专门是放炮工 要去点炮 这是他们每天必做的一件事情 要准备炮眼和这个雷管 还有导火索 然后去执行每一个班三十多门炮的这个爆炮工作 所以爆炮也是一个应该说也是一个主要部分 死了八个人 车祸六个人 触电四个人 触电有必要说明一下 触电虽然死的不多 但是呢经常被我们被触电 就是说没有死亡 但是经常被触电 为什么呢 因为在隧道里头 它这个安全灯啊 就是洞打到哪儿 然后就有带着防暴网的这个灯炮 拖着线就要拉到哪儿 然后在洞里边的任何一个地方 拿一个竹竿啊 或者一个铁锹啊 什么或者崖壁上就挂在上面 拿竹竿顶在墙上等等 这个电电线呢就在地上拖着 拖着的时候经常这个跑电 洞里边又经常有水 因为打到山里边经常有 那个吸水渗下来 山洞里 所以它这个灯电灯线啊 有时候在这个都 几乎是全部都是在水底下走 有香蕉外套嘛 对吧 但是难免有那个铁锹呀 施工机械呀 把这个电线啊 打断了 但是在水底啊 人看不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跑电 当然洞里边是 一般的电是36V 是低压的 这个还不是太主要的 但是有些施工用的电 高压线啊 也有 这些电一旦跑电啊 对人是伤及是不可抗拒的 这也是隐形的啊 当然这个出电四个人 出电的四个人里边 我相信也可能有这个生活中啊 生活中出电有一个人 这是下边一组统计数据啊 我待会再讲 出电是四个人 淹死四个人 淹死这个在山里边 因为我们修这个铁路 相线几乎全部在山里边 除了这个成坤县 成都到昆明这条线 在我们之前修好 这条线地址特别复杂之外 就是湘域县了 湘域县地址也非常复杂 就是实验室要经过的地方 很多朋友去过实验室的 甚至直接走过这个湘域县 到过重庆的 有这个北京六四特快 就直达重庆 从北京 你走过这条线的时候 你会发现多数是洞连着桥 桥连着洞 要不就是过河 而且当时那个湘域县的 这个就是完工庆典 举办地在紫阳县 而紫阳县的那个跨越 汉江的那个大桥 铁路大桥 那就是当时国内桥的高度 是最高 是创最高记录的 一个一座桥 当然现在去看的 似乎不是那么高 是因为下游安康 铁路修完以后 那边修了水库 水位上升 现在在浮在水面的 这个桥堆 紫阳县 看起来不高 实际上地下 几乎一半在水下 当时这个紫阳县 这个施工 这个铁路施工 是请的这个 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 工施工队 地方施工队 来协助施工的 因为当时那个桥墩太高 一个柱子 通天柱子 然后上边 人员在上边 布宽的那么十米 七八米 十米的一个方圆里 进行施工 人的心里有恐惧感 不是一般恐惧 恐高所能形容的 所有人都会感到恐惧的 柱子本身就给人感觉在摇晃 而且还要进行 重体力施工吧 所以当时是用沙袋 把那个上边施工地 是围起来 围成一个相对空间 人们在沙袋里 看不见周边的参照物 在沙袋里进行施工 淹死的人 四个 我相信像比如说 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 在八角口 大中林沟 平时我们门前这条小溪 溪水 就是一个小汽水 我们经常在里边 洗衣服 要干什么 两步就跨过去了 就谈不上是河 但是 一旦发这个洪水之后 山里边下着 那么一天半天 大雨 那个从山上涌下来的 那个水 把河口整个淹没了 淹没以后呢 那个河道里头 那个天线里边 那种声音 时不时有这种声音 等水稍微退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 原地待着 有的甚至大如一座 一间房子那么大的石头 都会一味的 咕咚 就换了个位置 就冲走了 因为河道特别窄 从山里挖的 洪水又特别猛 就跟海啸着 一个道理 在狭小的空间里边往下冲 这种情况下 淹死人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说下雨来说 不管从山上滑下来 干什么的 都是猝不及防的 淹死四个人 撞击 这个当时在施工中 可能有这个汽车呀 又是有什么 撞击啊 这个具体的 我不是太清楚 还有就是坠落 坠落实际上 上次我讲的我们连的那个李欣 不是因为要凭五号战士吗 三十一号晚上表决之前 和军队把谈心 凭上了怎么办 凭不上怎么办 就做这个谈心的时候 在山坡上 滑了下去 摔死 这就是坠落 死亡 这样的人有四个 当然这个属于这个非 非施工了啊 我现在 施工中有这个坠落的 那就多了 因为刚进大巴山的时候 是没有路的吗 我不是讲过我们的 就是扛着箱子 走着蜀道 阳长小道 沿着崖壁走进去的 实际上那时候 后来我们要修公路 那个公路也都很窄 一般来讲 就是过一辆车 卡车 运输这个施工材料 隔一段有点宽 可以倒车 可以错车 在崖壁上修公路 那就是可以 大家可以想象 可能在电影上 或者图片上见过 就是从山地上 掉下绳子来 绑在身上 然后呢 拿着那18磅大锤 和钢签 两个人配合 在山上 一锤一锤 根本使不上劲 飘着 但是还要打仰 打进去 七八十十公分 然后把炮再塞进去 爆破 逐渐就让一敲一敲 就是一锤一锤 一千一千 打出来的这个 凿出来的这个公路 这样的情况 在空中悬悬挂 这个坠落 也是 大家也是可以想象的 另外我就是 着重再说一下 这个 非死亡 非施工死亡 非施工死亡 我把这个数字 给大家念一下 病故的 死了19人 按理说 按我们正常情况下 也是很罕见的 所以说虽然是病故 但是很多是因为饮食 山中的坚固条件 还有得了疾病 得了疾病 医疗条件差 距离医疗队远 等等 死亡的 所以说在两年零八个月里 就死了19个人 这个也是比较罕见的 车祸 死了一人 这是 下边都是非施工死亡 还有一个就是 淹死了12个人 坠落 就是从山顶上坠落 滑落 刚才说的理性 就是其中之一 这样有三个人 另外 自杀 这个大家觉得很奇怪吧 他当然不是因为施工 是因为个人的问题 其中我知道一个 是因为表现非常好的 一个力争要入党的一个 17岁的孩子 而且他的希望似乎很大 那年12月31号 也是年终 联礼开会 要决定 是不是正式 习出他为党员的时候 他得到了 对他来说就是噩耗 他没有获得这个批准 这已经是第二年了 他还是学生联的一个排长 是个干部 学生干部 想不通 连夜就带着那个炸药 进到了他们施工的那个隧道里边 绑在自己身上 自己引爆了自己 死了 这是非施工死亡 失踪一人 这个失踪怎么 怎么失踪的 现在一直还不太清楚 和另外一个就是原因不明的一个人 就是去了三线不到几天 这是我最近才听说的 人就失踪了 失踪以后呢 一直原因不明 查不到原因 死不见尸 也没有任何报案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任何记录 地方上你去后来有人去调查 也没有调查 所以然来 你说山上掉下来 大水冲走吧 他怎么也会发现一个一具尸体 都没有 所以最后就相争性的部队作为死亡 就是铁道兵部队给这个家长补助了三百块钱 算是复旭金吧 实际上正常死亡也是这个数 像例行死亡 也就是二百五十块钱 三百块钱 从来没超过五百块钱 大概就是这个数字 还有这个就是爆炸 死亡一人 这也是非施工期间 触电一人 还有是火灾 大火 我们连找过一次火 就是说是半夜三更 只有厨房里在做饭 它那个火烧起来以后呢 从那个烟囱冒出去以后 山边是茅草顶 茅草铺的这个屋顶 然后火星子烙上去 着了 所以连夜水又在河沟底下很深 当夜我们这个火 这个厨房就充电大火 全连都半夜摸屎爬起来 抢救 用盆子端水 根本无拘一事 完了之后我们又是嚎啕大哭 因为我马上又没吃的了 因为全连的就指望一个厨房 厨房室都在这烧了 后来是全靠那个铁刀兵 旁边那个十六连 给我们支援的粮食度过了一段时间 我着重说一下 我自己经历的一次死亡 这也是我唯一经历的一次死亡 要想说明这个 先得说一下这个铁路 这个隧道 它是怎么一个结构 隧道高约十米左右 这个数字我还真记不住 高十米左右 我做一个比划吧 比如说 这是隧道从底到顶十米 它打的时候不是说是一个大洞 就直接往里 现在是敦购机 像我们城市挖地铁什么 就是一个大钻头 就是就是顶和这个顶和底 一样高低的直进的一个大钻头 往里钻叫敦购机 包括这个南水北调工程 穿越黄河 从这个河南太极泉 那个发源地陈家村 从那地方穿过黄河 最后输送到中原 进入北京的嘛 它钻那个地下 那个钻黄河从地下 就是用动购机 一直旋转 然后抵达对岸 然后在对岸再挖一个树井 到了地面 这样的隧道 当时的挖掘隧道就没有这么先进 就没有这么大钻购机 那是我们也在议论这事 因为有人看到一些资料 国外的像蒋天书 这样的我们听那个非常羡慕 但是我们当时不是那样 我们当时把这个 这样这么高一个隧道 从中间分上下两个洞 上导洞 下导洞 下导洞先绝境 就是施工之前 我们先送底下挖 这个下导洞 大概也就是两米多一点 然后这个洞先挖 放泡呀 什么意思 往前挖 然后挖到前边以后呢 一定距离以后呢 再开始后挖上边这个洞 上边这个洞 高低也和底下一样 但是呢 和底下这个洞之间 有个一米 一米 多点的这个 隔断层 这个隔断层 把上边和下边隔开 由于下边洞 已经打进去很深了 所以上边洞 在前进的时候 打上那么十米左右 就向下挖一口井 挖一口井 也就是一米 把这个隔断 中间隔断层打透 通到地下 通到下导坑 隔十米 前进十米打一个洞 前进十米再打一个洞 这样一来怎么 是为什么呢 因为下导坑先挖 是为了铺轨 就是那个 可以走动矿车的 那个轨道上架的矿车 把轨道车 矿车架在这个底下 口对着上边这个井口 上导洞 向下这个井口 上边放炮啊什么 就把扎直接就放下来后 直接从井里边 这个井口 放到下导坑 底下的这个斗车里 这个斗车 一车一车再运出去 是这样一个作用 整个隧道打通以后呢 再把中间这个隔断 再放到 就放掉 这样一个完整的洞 就打开了 我恰恰就是出事 就出事 当然也没出事啊 非常危险 比起那些死亡的 那个朋友们 确实算是幸运的 因为我当时在打上导洞的时候 我是扒扎拱 放下来的扎 用波及端出来 端到这个井口 然后倒下来 漏到底下这个矿车里 就在那边 我往外跑的时候灯坏了 就是那个灯 提前被那个收了 被防炮弓给收了 然后我没来得及跑出去 那个炮 他那天放的有点 时间跟的有点紧 因为种种原因 我也耽误了一下 几种原因促成 刚走到这个下井这个地方 那个就爆炸了 爆炸了 当然跟我还有点距离 这个到问题不大 问题是那个放下那个扎 有一部分扶扎 要砸找我的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我实际上已经感觉 那个时差 纷纷的有那个 有那个触觉了 但是这时候我就连滚带跳的 然后我往前跑 就像从这个井里边 慌乱着从这个井里 掉到下岛坑了 下岛坑里正好有个空矿车 在接渣嘛 准备爆炸这个接这个渣 就掉到矿车里 掉到矿车里 我非常清楚 虽然是意识安全了 好像那时差过不来了 但是呢还有那小石子 纷纷的往这边砸 所以总而再给另外有烟雾 强烈的那种烟雾 炸药味和那个沙尘 烟尘特别大 最要命的一件事 就是要迅速从斗车里爬出来 然后沿着下岛坑 走到洞外去 跑到洞外去 但是呢 矿车不知道朋友们见过没有 那个矿车 它是一个不倒翁形式的下沉 上边清 在没装石渣的时候 你绝对是翻不动的 特别难翻 因为只有装了石渣 到了一定装满石渣以后 到一定重量以后呢 上部开始沉 然后一旦到了要倒渣的那个外边的 到倒渣的地方以后呢 稍微晃一晃 底下 腿底下有个卡子 有一个索要 卡子 把它蹬一脚 然后稍微摇一摇就可以翻出去 可是在那种底下没装渣的 在里边没装渣的情况下 我掉到里边 那种恐惧 山边还在放炮 那渣还不断往这儿飞啊 身上在掉落那种飞散的那石渣 那种恐惧心情啊 是非常 其实冷静一想 还不是要特别要命 顶多石子把你砸伤 不至于把你全部掩埋 如果一旦掩埋的话 那是非常可怕的 可是当时在那种 黑漆漆的情况下 那种心理恐惧 这当然是我遇到的 算是最危险的一件 一件事情了吧 当然还有塌方的情况 就是说 隧道突然发生塌方 这是我们在修 小中原沟 大中原沟的时候 这个隧道里发生了一次 这样的塌方 他不是一次心塌就稳定了 而是不断在塌 在这个塌的过程 几乎就要穿天了 一是塌 你刚一抢救完 把塌下来石子 石头扒弯 山边又塌下来 而且人就不敢进去 在这种情况下呢 当时那个洞是铁道兵在施工 当时铁道兵士兵 都为难情绪 都不进去 在这种情况下呢 民兵 让民兵进 就是民工啊 民工也不进 也不说不进吧 人都是面临那种情况下 就是写方显真心啊 就是说 很多人都为难 就我们说呢 此此为为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连长就 银长啊 就拿出枪来 拿出来 又打了两枪 然后呢 民工一听打枪了 那一坑 哗 就是彻底跑了 铁道兵呢 那时候已经人不见了 整个普遍 反正找 看不着人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学生连 学生嘛 这个 这个带头呢 包括我说那马杰 带头 冲 哇 我们就冲了进去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 学生怎么有 那么一股 那股 胆破呢 我觉得还是年轻 血迹方刚 在受当时的那种教育 容易传承这种心理 再一个就是说 对这个真正的这个灾难危害 这个未知的这个灾难 到底有多么严重 没有充分的认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学生就是义无反顾的冲了进去 所以在很多的这种关键时刻 还真是就是学生 跑在前面 冲在前面 比如说那个铁道兵建军以来 岳城东最高纪录 就是我们的学生创造的 铁道兵是48年建军的嘛 但是他的岳城东最高纪录 确实在70年的 我们这一代人 17岁的学生身上实现的 总之那个三线死亡学生 是118人啊 这件事情啊 现在总算是有一个 比较清晰的一个统计了 这是我在这个资料上看到的 安康地区啊 因为铁路祥宇县经过安康嘛 从湖北进入陕西以后 到了安康地区 所以安康政府在 安康市建立了一个 三线建设学宾连纪念碑 总算是有一个 目前留在世上的 唯一的一座 这个与学生死亡有关的 这个一个纪念物了吧 上一期说到的 那个王慧如 就是那个死亦非命的 王慧如 那个女生 被榴弹打死的 那个女生 后来有一位作家 记者去过这个三线 他写过一篇报道 就是去的时候 那时候吴南的墓 还没有像我上次讲的 已经修气以心啊 换了一个新纸 是在老地址 在老地址呢 他的吴南的墓 因为是烈士 再加上学生当时 亲手为他打造的 一个水泥 棺果嘛 还是棺果放在一个 水泥的一个坑里边 还是怎么 这个关系我们 我们也搞清楚啊 但是我想说的是 当时北维一被命名为烈士的 这个吴南的 所以他的墓 就是按作家说的话 就是相当豪华 至少很正规啊 有碑 有墓 但是旁边就有这个谁 就是这个王慧如的墓 王慧如的墓 是他们连 是女子连嘛 他们连128名 这个女生啊 强烈要求 也没有说明原因 就是说要把它和 吴南 埋在一起 埋在吴南的附近吧 所以 他的墓 就埋在了这个地方 而作家去看到的时候 竟然发现 吴南的墓 很豪华 但是 这个王慧如的墓 就是一杯黄土 隐隐约约能看出来是 是一个墓 也能看出来还有一些劣质的水泥 当然这个劣质水泥 它是这样讲的 实际上就是当时可能 施工条件也差 就是 这个塑造能力也很差 就是 简单的 简陋的 做了一个水泥的墓 现在和黄土混在一起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王慧如的这一墓 还被一座房子 新盖的一座房子压了一半 只露出那么一角 所以这让造家看了以后 觉得非常感慨 她是死于非命的一个女生 据说还是挺漂亮 清秀的一个女生 成为这个 两万五千八百名 这个三线学生里 死亡的一百一十八名中 最后一名 就是不久 学生就退场了 离开了铁路 因为修铁路已经完工 就离开了三线 离开了铁路 无疑这个 王慧如的这个 故事是宿命的 让我们谁听了以后 都感觉到 似乎是我们的一个代表 没有结果 像无南那样还能留下 一些印记的 被后人所怀念的 几乎就是一人 因为我听去 无南新签的这个 墓址的时候问过 当地的铁路工人 还有学校的学生 小学生 经常把这作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还来每年为他扫墓 等等等等 他的墓永远是 关头朝着西安 让他的母亲 父亲 妹妹都已经去世 现在就是母亲 一个人守在孤身 守在西安 一个交通大学的 一个高职的家庭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